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1年的7月11号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我之前有稍微聊了一下UFO 因为我自己喜欢飞行船 我就讲说 我说那个没有好好练习飞行技术跟知识的人 就要跑去去搭飞行 双人飞行船 花个一千块两千块钱去做人家 结果一摔摔残废摔死了 那些人都是什么 不明飞行物体UFO UFO本身英文就是指的是 Arnold的Flying Object 就是不明飞行物体 简单,说写就是UFO 我说那种不明旧旅 跑去凑热闹的那种飞行人 都是UFO 都是不明飞行物体 像我们这个要先上一定时速的学科课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做数科课的操作 然后一直到 我是教练 我认可你可以飞的时候 我才放飞 我不会说你来这边 老是有人要告诉我 我问我说我能不能带他飞一下 我说你去找小黄司机带你飞 因为你的第一次就被他糟蹋了 医生只有一个第一次 你的第一次就被他糟蹋了 我要你自己去尝试你的第一次 你才会知道飞行船是什么 那今天不讲飞行船 因为今天要讲UFO 我觉得有UFO的书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那个东西 因为这个疑团一直到现在 已经疑惑了三代人了 那最近又又又有人炒作 为什么什么人炒作呢 欧巴马 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黑人总统欧巴马 他居然你现身说法说 他相信这个就是美国有一些秘密没有解开 就UFO的秘密没有解开 事实上任何一个人 包括柯林顿在内 包括以前的那个雷根在内 所有的美国总统 新就任的总统 在记者访问 在公开记者会的时候 都会有记者冷不防的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认为51区的那个地方是非碟的降落基地吗 现在那个地方真的有非碟有外星人吗 那所有的总统在任的时候都否认 都不承认有这回事情 可是很奇怪 好几任总统卸任之后都松口 但他松口的位置不见得是51区 也就是那个沙漠里面的那个 那个说外星人降落那个地方 当初大家这个盛宵成上的时候 美国的军方就说 那是一个气象气球爆炸 还拿出一个铲片怎么怎么样 来来来胡弄人 那现在美国卸任总统 他居然会还有一些那个退休的这个太空人 他们非常保守 非常保守的讲说 他虽然有的人说他没有看过外星人 可是他认为他的同事或者邻居 或者他长辈看亲眼目睹过外星人 跟飞碟 外星的那个交通器 亲眼看过 他说这些长辈是他尊敬的人 这些同事也是他尊敬的人 所以他不认为那是假的 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 如果他亲眼目睹 他就会讲说有嘛 甚至有这样的太空人 退休的太空人 飞跃到太空去的人 他有讲说他有见到 所谓见到这些形状 是光点 白色光点 非常迅速的 其实这种非常迅速移动的白色光点 我看过非常多次 我甚至于有一次 我还非常具象的看到那个飞行船的底部 当然这个我后来我跟人家聊天 人家讲说你一定是看科幻面看多了之后 融入到你的梦境里面 我想可能也是 为什么因为同一个地点 我问过其他人 其他人怎么都没看过呢 有这么巨大的太空 像一条一条大金鱼一样的那个飞行船 从你这个区域上空低空飞过 虽然他没有声音 可是你看得很清楚 因为肉眼看得很清楚 那为什么别人都没看到 那显然我可能是把梦境 梦境里面是融入了其他的资讯 这是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里面 有讲这个东西 我觉得今天要聊 就是UFO的旁边 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就是 有的人会认为这里面 牵扯到的是商业利益 比如说 为什么历任的美国总统 在任内的时候 都没有一个人承认过 五十一区里面有外星人 有飞碟 可是现任之后 像比如欧巴马这样的人 他都能出来讲这件事情 认为说值得调查 值得花钱调查 很多美国总统刚上任的时候 都有记者这样问他 那最近又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从这个里面 我可以看到另外一个 因为他可能有商业利益 有某种其他的 现在不为人知的一种目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那时候我27岁 我今年66岁 有的人硬要说我是67岁 我是1955年出生的 你就可以 各位可以去换算一下 我去大陆的时候 是何年何月 40年前 将近40年前 马上就到整数了 40年前我第一次进大陆的时候 大陆那个时候电视台只有一家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没什么娱乐节目 就是晚上8点整的时候 8点整吧 有一个准点的全国联播新闻 我还记得那个 那个播报新闻的是一个女人 是不是叫马雄秋还是叫什么 我记不起来 反正这个人一直干了很久就对了 因为那个时候据说 晚上播的新闻是在下午就已经录好 然后经过各级长官审核之后 通过晚上才播的 所以所有的新闻的官方媒体 跟所谓真实的媒体 所以真理报没真理 消息报没消息 意思就是这样 那个时候的东西都是经过过滤的 可是我在广州的时候 电视打开 我看到一个节目 一个访谈节目 那个节目让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对中国大学都认为 它是铁幕嘛 所以人讲话都要负责 要符合科学 符合什么 绝对不能够有迷信的色彩 结果那个节目里面 那个节目是一个 一个主持人 是一个女的记者吧 还是男的我记不起来 反正因为她访问的那个人 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那节目已经开始了 是中间看到的 我只是出道大陆 想迅速了解大陆的现况 她访问的那个人 是一个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 她当时还是现役的 什么阶级 因为那个时候军人没有阶级 只有红领章 所有的阶级是内部知道 这是中国大陆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她访问那个飞行军官 那个飞行军官 不但用手这样比 而且她还画了简图 还有口述 她说她在空中 看到不明飞行物体 她追踪这个不明飞行物体 问长官要不要射击 我的长官一直没有回答 因为第一个看到 你不认识的飞行物体 不是美军嘛 当时能够跟她叫板 就是美军或其他国家的飞行物体 这个飞行物体非常之快 快到她没办法掌握 所以她只有追踪 她用最高的速度追踪 都没追上 最后一下就不见了 那我当时看了这个时候 她画的图像 是在几点钟方向出现 然后跑到哪里去 然后她追她的时候 她怎么散怎么样 显然那个 那对方是知道她的 而且好像有点戏弄她的味道 看你怎么样来追我 后来没追到 那个飞行物跑掉 她说这个飞行物 显然不是地球上的 因为地球上 没有那么快速的 这种飞行物 这是40年前 在中国大陆 我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 那时候电视是黑白电视 那个电视是放在 那个旅馆的那个房间 因为我们那个是 华侨宾馆特殊招待的地方 才有电视 而且好像电视 还不是在房间里面 好像还是在 那个交易厅里面 不用了 是有专人来 以前没有娱乐节目 除了新闻以外 大概就是这种 所谓资讯节目 在资讯节目里面 那个时代的 中国共产党的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居然能够放这样节目 我当时很诧异 因为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 你真的看到没有 你不能搞迷信了 因为只有你目睹 其他人们没有目睹 那他因为他有图像 又怎么样 我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幽浮应该是一个科学 而不是迷信 如果是迷信的话 以那个时代的中国大陆 恐怕不会允许 再来那个人是一个 现役军官 飞行员 他会不会因为这样 人家认为他精神有问题 进飞了 都没有 而且那个部队 愿意让他出来 接受这样的访问 那不知道 那个节目叫什么 我记不起来 反正我看的 当时我就 冲击很大 我说 可见这个幽浮 也进入中国大陆的本土 应该进过很多次 只是这一次比较 比较那个 我以前那个客户 老外 我跟他讲 那个中国大陆的笑话 他也会笑 就据说说 那个幽浮 其实进过中国大陆很多次 有一次是在 那个文化大革命 时代饥荒 结果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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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飞 降 破降到一个山区 里面 坠毁了 坠毁了一阵的火光 结果 这个 这个美国得到消息之后 立刻就 就跟中共联络 中共为了要建立邦交嘛 就请了 他就让那个美国专家 赶快 迅速的飞来这个 中国大陆来 来来来考察 因为中国大陆的时候 没有这种科技嘛 优服的科技嘛 后来这些人就坐了 坐了直升机 飞到那个当地去 那当地是土拙嘛 啊 那个地方都是土拙 这讲了土话 那个也不是普通话 然后这个就 结果那个 那个那个 这个这个外国人 外国科学家就问 这个 就透过中国翻译 透过当地翻译 透过五六重翻译 就问那个土拙说 是不是有 空中有 有一个东西 降了到里面去 结果那个 那个土拙 他看到他讲 这手笔手势嘛 然后他就在讲 讲了他听不懂 可是他的手势他懂 意思就是 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 从空中坠落到 那个那个林子里面 然后爆炸 爆炸之后起火 然后结果他们就带他 说在哪里嘛 就那个那些 那些土拙就带着 这个这个 这老美科学家 联合国科学家 跑到那个 坠机现场 你看 有残骸在那边嘛 金属残骸在那边 然后他们很兴奋 然后就把那个残骸打开 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结果一看 哎呀 残骸的那个机舱门 已经打开了 是不是这个这些人 跑掉了 外星人跑掉了 就问他们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人 手语 那那个经过多重翻译之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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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土拙说 有 嗯 有 然后那些 这些科学家 马上就很兴奋说 那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然后经过多重翻译之后 那个土拙告诉他 他讲 哈哈 吃掉 饥荒嘛 把那外星人吃到肚子里去了 这是一个笑话 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 那个老外都笑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意外 像这样 优服这种事情 一再有人保密 那 为什么要保密 他因为可能会破坏整个社会 地球上的社会秩序 有很多你 我相信这个东西 应该要 用推理的角度 应该用各种角度来推理 比如说军事家 政治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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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 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讨论 推理说 假设真有优服 真有怎么样 会破坏我们地球上 现有的平衡 比如说经济的平衡 军事的平衡 还有各种 各种的资源分配 等等的 这可以推理 那为什么要隐瞒呢 我觉得这隐瞒 是一个 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 应该要 应该要了解 如果说你研究那么久 你还没研究出来 外星人的结构 他为什么是那个形状 我个人认为外星人 绝对不是ET那个形状 那是低等生物 也不是讲说 一定是一个头 五个手指头 五个脚指头 像人长这样 未必见的是这样 人是一层猿猴 硬要站起来 才形成线这个形状 那人有很多的疾病 什么关节炎 什么一大堆的 可是那些四肢脚走路的 猿猴他们没那些病 因为他不强的站起来 同样的 那这些更高 更高级的生物 难道他不会有 有进化成另外一种形象吗 当然也更不会是 异形那样子了 那是低等生物 从嘴巴里面生产 这些东西 那只是恐怖片 那我认为异形那种东西 创造不出那种高级的科技来 凡事总统都是都值得可以推理 如果真的有 会有多大影响 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也是一个保密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有个叫同济会 同济会就是 说掌控了世界经济 同济会 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 mark是一个原规 跟一个 一个脚尺 规矩 那个在美国的钞票上 也有 还有一只眼睛 这个很多人都用那个 来做文章 那也认为说 同济会是 是主持世界经济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组织 所有世界经济 都由他们控制 而这些人 大部分是犹太人 实际上 那个 如果说你知道 同济会的历史的话 你就知道 他们最早以前是工匠 工匠 所以那个上面有石匠 stone mark stone maker 这一类的石匠 木匠 主要是石匠 那是太古时候 建造金字塔 都是石匠领先 木匠 其次 泥水再次 最重要的是石匠 连屋顶都可以 巴登龙神殿 什么神殿 都是石头做的 因此这个 同济会的那个 那个起源 非常之久远 那这跟工匠 有直接关系 那因此他们认为说 他们一直累积财富 所以他们能控制 全世界的金融 那有什么货币 货币国 那个里面有讲 讲到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货币币国 那个稍微能做解释 世界金融 是有少数的几个 几个家族在控制 甚至于说是 一个家族在控制 那多可怕 那这些家族 那甚至于世界大战 可能都是他们在后面 后面缴获的 因为人口太多了 养不活了 所以经济不能发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现在这个疫苗 可能也是他们在搞的 为什么 因为人口太多 你不制造一个 这个恐慌的话 这个经济上不去 可是你看 有疫苗之后 有疫情之后 经济反而更加摔腿 因为人不能动 反正种种 实际上都是值得推敲 如果说你用科幻角度 你也可以去推敲 那我觉得同济会 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神秘 但有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中国这边 台湾也有 大陆也有 就叫做民族资产 民族资产这个玩意儿 最早是从大陆开始 而且这个东西 据说 它最早的时候 是从民国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就开始有人搞骗局 就讲民族资产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都还有人相信 受过大学教育的 很多人都相信 有民族资产 高级将领退休的也相信 那中国大陆 以不断地破获 这种民族资产的诈骗案 但是仍然有人 前不后继的要相信 有的人到关起来之后 他仍然还相信有民族资产 他还相信 他拿到的那些证据 都是可以将来可以兑换成 无穷大的财富 很多财富藏在山里面 台湾也有人 说那些财富藏在山里面 如果那些财富真的 那些黄金 那些什么 这些金银财宝 藏在台湾的山里面的话 那现在的总统 是民进党的 他不会用他的那个 发他的淫威说 我把你们关起来 我们言行逼供你们 把这个宝藏在哪里 说这个宝藏是有什么人 钥匙在谁那边 谁保管什么 任何一个受过初中教育的人 都能够分辨这个里面的猫腻 可是很多大学毕业的人 就往里面钻 一直钻不出来 这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之可笑 民族资产诈骗案 我把它放在下面 你可以去看 中国大陆破货 这个破货了已经不知道多少了 各种的印章啊什么的 最后甚至于连那个破货的 那个龙头都找出来了 龙头不是龙头 化龙嘛 龙包的那个心 龙头都找出来了 连龙头都承认 这是我搞的诈骗 他下面的人都不相信 为什么 用爱国的名义 用什么名义 已经动员了几千万人 乌活挨哉 这些人都是 有一定的社会经验背景 还有知识背景等等等 怎么会被这么荒谬的东西骗 我觉得光是从这个被骗的过程 看他的招式 你把它逐一分析的话 就是统计分析之后 你可以搞出另外一套精美的骗术 就不一定是民族资产 也不见得是同纪会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挖宝 台湾以前也曾经挖宝 也热闹过一阵子 我曾经讲过 我的老家 就很多人到那里挖宝 那我家的开机组 怎么发机的 可能跟那个保障也有关系 如果我用这一套方法 我来编一套故事的话 这是一个新闻的 一些新闻人 我找到的 小丝帅 我小丝帅 我会和你 我对 世人